为了吸引并且方便国内外观光团体到各县市享用在地特殊团餐 交通部观光局特地举办台湾团餐大车拼的活动 本市有基隆港海产楼和柯达饭店两家入围参加最后的决赛 交通部观光局举办的2012台湾团餐大车拼活动 在观光局旅游服务中心举行 基隆市在十道菜2500元以下超值餐中柯达饭店入选决赛 而基隆港海产楼则是入选2501元到4000元价位十道菜的精致餐 由市政府焦旅处科长带领两家业者代表 带着两只大沙公上台宣传基隆团餐着重新鲜海产的内容 希望在围棋一个月的全国各县市决赛评比当中入选前10名 那我们基隆有两家餐厅获得初步的一个入选 那我们在这边呢也欢迎我们四名好朋友一起来为这两家餐厅加油打气 那详细的情况请请请上交通部观光局的网站 观光局的决赛评比从今天开始将分为专家评比占80% 网友票选占20%希望借此推销台湾团餐 决赛入选前10名观光局也将协助做国际行销工作 因此入选决赛的每个县市政府和餐厅业者莫不绞尽老师上台宣传 焦虑处也呼吁市民朋友上观光局网站投票 为基隆两家入选餐厅业者加油打气 记者吴俊松采访报导